在英國當局5月底公布派對門的內部調查報告 明確指出唐寧街首相府多次違反防疫規定舉辦派對 政府領袖必須承擔責任 下一月裡面深討強身的言論炮火濃濃 早在派對門醜聞一曝光時 反對派就已經要求強身辭職 而報告公開後 首相強身所屬的保守黨同志 也直接的要求強身下台一鞠躬拯救保守黨的選情 根據英國下議院的規定 只要首相所屬黨派的國會議員 有五十四人去信一九二二委員會主席 就可以對首相啟動不信任投票 要求他下台 英國衛報消息指出 五十四人的門檻其實已經達到 可能最快在六月上旬就能進行投票 為了安撫保守黨類的偏右議員 強身最近推出了多項保守派政策 包括要恢復英制的杜亮恒 推翻北愛爾蘭議定書 甚至承諾要撕毀更多歐盟法規 到底保守黨內的倒戈勢力 能否動員足夠連署 讓首相強身的政治生涯告一段落 答案即將解消 環宇新聞梁一熙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機械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驅使